好 來 我們回來繼續講 說現在這個德國之聲 然後被英粉出征 可是問題是也有人在講了 說怎麼會沉不住氣 因為這個是有媒體 他們說是獨家報導 說藍營的政治大噴發 要鎖定這個事情來做攻擊 然後馬上綠粉的專業就講說 怎麼這個時候還在做政治操作 有沒有人性 同一時間在網路上 也看到有人說什麼 有人說今天掉了好幾顆星星 算是國殤了 但是卻有人突然這麼講了 他說不就是少了幾個 領終身奉的外省 韓粉而已嗎 這個言論絕對要譴責 竟然是這樣子來說這些將靈們 這個我們問一下茂南議員 您怎麼看就是說 現在有人說你們這個英粉出征 然後也說藍營 要來大操作這個林靜穎的事情 好 我們應該這樣講 網路的世界是一個 無限的寬廣 那網路的支持者 坦白講他是一個 有些是一個民粹主義 有些是一個叫做台派 有些是一個他對本土意識 非常的堅持 或者有些人他在他成長過程當中 他吃得虧或者是他對 不同省級或者是 對不同這樣子一個情形 他發表這個言論 不過這個言論並不代表黨的縮影 或者是我們去縱容他 你在網路的世界當中 實在是有時候我們控制不了他 但我們認為 即使是蔡英文 其實是大義清德 我們認為說這個時間 講這個話都是不得體 也不合時宜 也是一個不對稱的話 我們應該同聲的講 你這個時間叫做幫倒忙 不是幫政忙 是幫倒忙 對不對 所以對一個將士的折損 跟將士的罹難 我們都應該同表哀悼 那麼蔡英文總統這兩三天 他積極的作為 一個最近他會實行上將 第二個包括今天到總長辦公室 大家有不同的解讀說 你是不是有夠矯情 不過再怎麼講 就是他表示我的誠意就到 我現在沒有什麼事情 可以表達說我對你的尊敬 或者為國殉職 殉難 我只能夠這樣子的表示說 我對你的肯定 所以我們在這個情形之下 網路的聲音 我們沒有辦法控制 但是對於我們應該做的 就蔡英文的本分分紀 她應該去做 好 那麼第二個我先談到 我們剛剛就大家都談了很多問題 比如說林靜穎談了 我們就講說 也許她來談話不精準 但也有人就是利用這個時間 先見諷查針 說這個中華民國總統 沒那麼意外 可是她是競選總部發言人 是 競選總部 我告訴你 競選總部的發言人 所以她為了她發言人不當 她辭氣 這是應該 因為她講得不精準 她揣摩得不好 也許當然是她個人意思 個人內心的這個意思 但並不代表蔡英文總統的意思 但是你在這個發言人的角色 你必須要精準拿捏主人 就是我們蔡英文總統的意思 而且她當然是國外媒體 是德國之聲 這個就國外媒體的講的時候 也不代表說 她能夠講得很精準精進 也許她是代表她個人 也許她忘了那個時候 她是蔡辦的發言人 可是王定宇也是同樣的論點 是 我就跟大家 因為黨是這麼大 黨沒有辦法耶穌每一個人 所以才有黨紀 才有黨的紀律 才有黨一個耶穌跟歸萬 我想孟正的一個團體 都是如此 因此我認為說這個時間 當然有不同意見的人 就是金龍叉真宗 蔡英文就是 建達中華民國 蔡英文就是對國金 用得到的時候就是保 用不到的時候就是 彩彩剛剛好而已 其實我想做人要一定的標準 做人要一定的標準 不管你喜不喜歡 你是一個國家的總統 他是國家的金人 他就是國家的 他不是個人的 所以在這個時間當中 我們應該持平的 就是任何一個人 在這個時間都必須尊重 國家的體制 所以我們認為說 林靜寅是個人的trouble 個人的表示 不應該代表蔡英文總統 剛剛提到她說換罪說 那麼蔡英文總統 也特別在她的領事上 提到她說 過去微情時代會主張台獨 把你留為叛國 但是雖然信仰民主 在民主之後 我們應該不會再重逃覆轍 我們應該尊重不同的聲音 只是說 當如果今天是在一個 暫時條例的時候 如果說我今天 台灣跟中國已經正是一個 進入一個非常水火不相容 或者是已經進入這種 開戰的時間 你去主張統一 林家就會講說 你這樣是不是有所謂的叛國 但是情境還沒到 也許林靜寅所談的事情 談得太快了 他可能有先見之明 預測得太早了 但我想這是他個人的言論 我們不應該在這個地方 來把它提出來講 顏定位剛才提到說 雲林 我們應該講 雲林掛了個布條 其實那個是有人去操作 但是有人去做 並不代表民主進步黨 雲林縣黨部 他署名雲林縣黨部 但是雲林縣黨部也要至今 所以他要至今說 人不是我殺的 仗不能拴到我頭上 我們一起去氣胸 我們一起去把掛布條的人找出來 因為選舉是要公平的 選舉不應該 我們就跟雲林縣黨部 一起去把布條全部剪掉 你今天有帶而已 我們來看這個布條 這個應該是 我們來看一下 這個布條長什麼樣子 依照要郭文根幫忙拿 還有資音哥也要幫忙 這個布條比較長一點點 如果華麗影響 我們去檢查 上面有署名 民主進步黨雲林縣黨部 張家靜科去檢查 我們來看一下 因為張家靜 因為民主進步黨 已經曾經不是我們掛的 所以我不是那個 確定不是你們掛 我們就 所以雲林縣黨部 民主進步 雲林縣黨部跟我們一起去檢查 民主進步黨雲林縣黨部已經說 那個不是我掛的 那我們一起去檢調 一起去清垃圾 我們不是我們去檢調 我們一起去清垃圾 這是很嚴重的問題 不過這樣你們給他冒名 這是很嚴重的 我們在選舉的時候 民進黨要不要提告 民進黨要不要出來提告 你們被冒名了 這也算是聖母假消息 要不要提告 受違法 有一個叫做 要不要提告失定委會 但是起碼 張家靜 韓國人可以去提出你的主張 檢察官還跟我們說這是言論自由 你可以主張 檢察官還跟我們說這是言論自由 檢察官也不是我能夠約束的 檢察官不是我能夠約束 法律有民文規定 該怎麼做就怎麼做 我認為說 這個東西我們法治的國家 民文規定依法辦事 這樣就對了 我想應該是如此 另外剛剛真的那個 我們有提到網路上 等一下再說 因為好像有人被查水表 怎麼樣 我是這麼說 這到底是言論自由 還是造謠自由 我們要先釐清 就是那個東西是言論 言論換成你所保障的言論自由 還是已經超越言論自由 所以社違法會介入 或者是怎麼樣 或者是掀起罷免法 我覺得在這個時間 我們都要去釐清 不要一面的 加好給民主政府黨 加好給民進黨 都是你做的 這樣也不公平好不好 好 孟倫哥其實講話 講話持平 就是說我們今天他認為 蔡英文今天的舉動 跟昨天他去辦公室裡頭 也許每一個人的看法不一樣 但是對於這件事情 這博英這邊有滿多話要講 我們先讓大家再看一次 這個是上面寫什麼 民主進步黨 雲林縣黨部 這個是當然是他不調上面寫的 但剛剛貌南議員說 他們有駁斥 所以是不是應該要來查清楚 我們也想要知道答案 雲林縣黨部 民進黨 雲林縣黨部 是不是也應該要來查查看 所以博英人家澄清了 如果真的不是民進黨的 雲林縣黨部的話 有假消息 這假消息 如果是這樣假消息 我們全民打擊假消息 我們也號召蔡英文總統 也不用麻煩你們 我們今天就幫忙 我們號召雲林縣情 這假布條 假布條 現在所有在電視機前面 看我們直播所有的家親朋友 因為民主進步黨代表的 我們張議員已經這樣提到了 也幫忙民主進步黨的 雲林縣黨部澄清了 我們也幫幫民主進步黨 來做澄清這個假布條 把它剪掉 現在我們就號召所有雲林縣的鄉親 看到這個布條就去剪 因為民主進步黨說 也不是他們的 不要再這樣這種 污蔑 造謠 抹黑 因為我們韓市長 在民國87年就已經說過了 他反對一國兩制 他反對一國兩制 我們的候選人 是中國國民黨候選人 中國國民黨 九二共四一中各表 從頭到尾就是反對一國兩制 請問你現在繼續讓這種布條 掛在雲林 我現在號召我們所有鄉親 你看到這個布條就去剪掉 因為民主進步說 他們是被栽贓的 現在請所有雲林所有鄉親 大家出來 做會來給大家嘎吊 民主進步黨說不是他們的 繼續讓他待在那邊 就是侮辱我們雲林人 我們一起出來 這間有幾條 你說一千多條 這個還滿長的 一兩千條跑不掉 一兩千條 這間又挑多少錢 已經掛到屏東去了 屏東也有 這個屏東也有 全都也有 全部各地都在掛我告訴你 現在所有地方 都在炒作一國兩制 都在炒作這個東西 如果是假消息 請民進黨出來澄清 不是你們做的 不是你們帶風向 我們一起來抵制 這個布條拜託 平常的時候大家都知道 做這一條布條 可能量大的話 不到100塊錢一條 結果在雲林下 我們找不到做布條的廠商 每個人產能都滿 一條甚至喊價到300塊以上 為什麼會這樣子 就全部都在做這個布條 你走到雲林 前天有庶民列車到我們雲林去 你有去問嗎 是大家真的都在做這個嗎 這個還是有民眾 在路上撿到 拿到我們現場跟大家講的 然後一直來問我們 藍營的候選人 然後一直問大家 還一直問我們說 這到底怎麼回事 我們也不知道 你一出高鐵站開始沿路 就一堆掛一堆掛 到海線各個地方也掛 山線也有掛 所有地方都掛 請問一下 如果今天這個不是民主經報廠 自己掛的布條 是不是應該大動作出來自清 現在剛剛我覺得 如果你自清出來了 我們現在就減 憑什麼我們去提告的時候 檢察官還告訴我們 這是言論自由 不可以減 太誇張了吧 如果你是得受公平之士 可以講的事情 我們讓你講 而且你還搭配網紅 我老實說 我真的很想跟霍永哥 多聊一些所謂的大海的事情 但我們每天就沈溺在 還沒有浴缸 我們全部都在漱口杯 你說多痛苦 然後還帶錯風向 前幾天那個蘇智芬 也去上網紅486 或是上網紅焦糖節目 還在那邊亂講農民的事情 只要我們一提出農民有困難 一提出花生有困難 一提出蒜頭有困難 蘇智芬民進黨的招式就是 張家在買花生 張家在進口花生在操盤 張家在賺錢 張家在進口蒜頭在賺錢 可以這樣子無腦嗎 甚至你跟你的網紅跟焦糖 在上節目的時候 在錄影的時候 竟然可以說花生沒有崩盤 因為還沒到花生產季 拜託 花生11月12月就在收 你跟我說沒有到花生產季 蘇智芬你是農業縣的立委 你跟焦糖一起上來 帶這種錯誤的風向 有沒有搞錯 還跟人家說 張家提出這種東西 提出的質疑 就是因為為了要操作 拜託 如果要操作還要到農委會抗議說 拜託你去把蒜頭價錢 關稅提高這件事情落實嗎 有進口商自己要去提高關稅的嗎 就是因為你公布要宣告這件事情 導致所有我們在地的農民 認為他生存不下去 所以才去講 所以話說回來 今天你出這麼多奧博 全部都在打這些束口碑 為什麼這麼可悲到現在都不用講 因為你們以為只要靠這些東西 靠意識形態加諸就可以選贏了 不是嗎 從頭到尾 不要說一年了 你看在四年前 蔡英文有講什麼政見政策 你記得住的嗎 四年來了 到現在為止 他還要不用政見在選舉 還要操作亡國感 大家能夠接受嗎 連地方的立委都這樣 有政見的六三票票票票 我們先進一段廣告好不好 等待會兒我們繼續講 不過我們要講的是 其實我們的記者有做功過 我們有跟雲林縣黨部這邊 也有去問是不是 是 我們針對這個布條 問了一下雲林縣黨部 結果這個公讀生 這個黨公說不知道要問主委 但是我們持續問主委 但是電話還沒有接通 不過剛剛茂南議員 他不是否認說 民進黨不可能這樣做 但是我們的柏英這邊講了 他直接拿了 他要邀請民進黨 跟他一起去按鈴是不是 那到底誰呢 一起來撿布條 來 請進廣告 謝謝你 謝謝你 我請聽聽 和你